一下挑食 一下过敏 啊 怎么这么难喂 何时开始吃副食品 怕他太早开始 怕他太晚起步 担心不良反应 也担心自己做得不好 怎样才能让宝宝爱上副食品呢 各位新手爸妈与新手婴儿 都该回头问问宝宝自己的肠胃 婴儿什么时候该吃什么 与消化道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新生婴儿的乳糖梅比成人还要多 可以非常有效地消化奶水中的乳糖 只是这时的婴儿还没有淀粉梅与蛋白梅 胃酸PH值也只有3至3.5 所以除了母乳与配方奶 还不能摄取额外的淀粉与蛋白质 等到三个月后 拓现开始分泌淀粉梅 四到六个月时 胃蛋白梅浓度增加 才可以吃少量的淀粉与蛋白质 此时是副食品进场的最佳时机 由于酵素浓度还没到位 吞咽动作也不成熟 半流直稀释的粥最适合作为副食品了 父母可在四到六个月的时间内 初见添加粥状副食品 慢慢转换到固体食物 副食品的成分也很重要 过往上行的单一成分可能造成消化系统 太过习惯同一种物质 现在专家则提倡少量多样的副食品 可以让消化系统的所有功能都发挥作用 此外 多样化的成分也让免疫系统见识不同物质 从小训练耐受度 除非有严重的过敏反应 父母不用刻意闪躲高过敏性的食材 最适合的宝宝粥 就是最多品项的宝宝粥 能够少量多样 专家推荐的进食习惯 君妈以妈妈过来人经验 用心挑选食材 精心调配成分 独家的烹饪技术 煮完再包装 就像妈妈现煮一样好吃